當我們幫助人的靈靈時,每個人不同,幫助生命時,每個人不同 有很多人覺得很困難,怎樣幫助人的情況 這種能力去明白人的情況是需要不斷發展的 我自己也發覺很容易脫漏,因為有時會有很多事情難鎖 譬如說,他都不好,他都不聽話,他都什麼什麼 我們就會沒有留意到他那個情況和需要,就會變成脫漏了 所以這個聆聽的能力,即是說能夠聆聽 當這個人開始說話的時候,我們留心聆聽他的情況 留心他講每一句說話,他所傳遞的訊息,他想說什麼 這件事是需要學習的,如果你旁邊有一個人 譬如說,像我那樣,Shirley,她有時會提醒我一些事情 譬如說,我和人溝通,她會聽到一些事情,我發覺我聽到漏了 譬如說,什麼人說話,我們都試一下 譬如說,我們有很多機會操練 如果有時候,有兩個人一起看一個,我們就留意一下那個人說什麼 又有他的感覺是什麼,然後另一個人的回應是什麼 到底他有沒有回應他需要的東西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覺,在你家的時候 有時候有些人回應你說話是回應錯了的 即是沒有回應到你的感覺,沒有回應到你的需要 而我們自己有脫漏,可能我們都沒有留意到 這個是在我們日常生活不斷留意的 即是說,我們有些什麼地方 我們… 等一下再問吧 即是說,學習什麼時間呢 當有人去說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都留意他現在表達的是什麼感覺呢 他現在是有什麼困難呢 他有什麼不開心呢 他卡住的位置在哪裡呢 這個分辨是非常重要 這是第一件事 但這件事可能都需要再確認的 我們可以問他,你最先說的是你很擔心 或者你是不是內疚 有時候一個人說一件事 你摸他就覺得他是擔心內疚、憤怒、激氣、失望、無奈 有很多這些可能性 譬如說激氣,他很壞 他內疚,我自己做得不夠很壞,他不喜歡我 有時候相差很少 有時候有一個人說話 譬如說,我家人對我不好 我呢,就… 即是自己… 他一說我做得不夠,我知道內疚了 他很壞啊,做得不好啊 或者他傷害我 這個就是他受的傷害 但他裡面有沒有內疚呢 都可能有的 我們都要去摸索 即是他說每一件事 我們都去想 他背後到底有沒有什麼可能的感覺 他受傷害啊 激氣啊 無重啊 失望啊 當我們知道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我們可以問回他 那你現在是否覺得很… 受傷 或者激氣啊 失望啊 憤怒啊 是哪一件事呢 那… 讓他再說出來 因為他… 這個… confirmation 是很重要的 即是說他再說是喔 我是這樣的神 即是知道了這個問題在哪裏 好了 然後下一個問題就是 那你想不想能夠處理到呢 即是… 你想不想這件事能夠化解到呢 那… 其中一件事呢 很多人卡住的位呢 就是受傷害 受傷害 即是… 受傷害呢 他… 化解不到這件事呢 他就其他所有東西都有問題了 譬如這樣 他現在… 和家人關係不好 他和神關係不好 可能是之前的傷害 在他裡面存留了一些傷害 其實很多人都會有這些傷害 那這個… 化解傷害呢 是會幫助… 人得釋放啊 得醫治啊 即是傷害呢 是… 嗯… 是… 是一個… 譬如有一個人經常都是受傷的 經常都是被人… 就是… 覺得… 我好痛苦 我好不開心 那… 那… 這個是一個卡住的位置 譬如趕邪靈也是的 趕邪靈… 為什麼那個人趕不到邪靈呢 因為他受了傷呢 而得不到醫治呢 他就會… 你趕邪靈趕不走的 那… 我們怎樣做法呢 即是怎樣… 這個傷害呢 其實有很多可能的方法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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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傷害的醫治呢 傷害的醫治 未必一下子做得完 那… 那是可能漸進 那… 那怎樣漸進呢 第一就是… 嗯… 我們以後都受了一些影響 好了 那… 原來是傷害 我們知道你的傷害了 我們可以問他 你想不想能夠得意志 得釋放啊 可以鬆回啊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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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向這個方向去了 就是知道這個東西 其實很多人我們都可以在傷害那個位置中 那裡找到 就是… 傷害那個位置有沒有… 令到他好自卑啊 沒有力量啊… 這樣… 傷害的醫治不會一下子化解世 而可能有很多方法 第一就是我們的接納 即是說接納他 我知道以往那些人的傷害令到你很辛苦 他們拒絕你令到你很辛苦 他知道我們感受他的傷害 我知道辛苦的,我知道不開心的 這是第一步,接納他的傷害 譬如我們知道是傷害 我們讓他講回那個過程 譬如說那個過程是怎樣被人傷害 然後怎樣以後影響 我們可以問他,譬如發夢有沒有想過那件事 譬如有些人被人罵過 他經常有人說他都覺得被人罵他 那這些會不會有出現呢? 了解那個傷害有多深? 譬如有惡夢,有些人有惡夢 有些人很敏感 這些都是一些傷害傳染 那這個醫治傷害 這是第一接納 第二就是親近神 神在愛你的 宣告神愛我的 神很想醫治我的 在祈禱的時候他覺得鬆一點 鬆一點已經是一道醫治 鬆一點就一道醫治 可以嘗試叫他想像一下這個人 其實他受過什麼傷害 還有他有一天 他現在的生命都有很多傷害 他現在跟人關係不好 他傷害你,他跟人關係不好 將來他見到神的時候 他也是很慘的 他看出他 為他祈禱 可不可以開始為他祈禱 他第一下沒有揚述到 第一,祈禱你能不能夠求神去幫他 他會肯悔改 或者他肯生命被醫治 我們祈禱這件事好不好 即是他生命被提升 他會信耶穌 他會知道自己做錯 那這個 他沒有那麼埋身 一搖樹就很埋身 他未必做到搖樹 他能夠說 我看出他,其實他很慘 好吧,我為他祈禱 等他可以得救 等他可以鬆一點 等他舒服 等他生命好 這個就是幫助他 即是開始去祝福他 那由祝福他之後 你都很想你自己鬆 你都很想自己鬆 你不揚恕他過範 你都會神都不揚恕 那我可不可以祝福他呢 揚恕他呢 這個就是神的關係 和這個和人的關係 但他裏面仍然在傷 那裏面的傷 如何得醫治呢 有些人容易 有些人很難 有些人很容易 有些人很難 有時唱詩歌 又可能會好 例如唱詩歌 我們可以一邊唱的時候 有些說話 其實有時不一定要直接說到傷害的詩歌 譬如說我們正在播放的詩歌 你現在想像耶穌在這裡安慰你 主耶穌一直在陪你 耶穌一直在醫治你 這是一個方法 就是耶穌現在陪你 耶穌很想醫治你 耶穌知道你的痛苦 這個他可以在當時做 回家又可以做 其實這個可以很多次做 大家都可以很多次做 譬如有些詩歌 你在唱的時候 你說耶穌現在在愛我 在呵護我 耶穌在醫治我 把我的痛苦拿走 大家都可以自己回去嘗試做 即是你被人傷害過的地方 你自己辛苦的地方 就讓耶穌去安慰和醫治 有時有些人 其實可能每個人不同情況 有些人可能需要表達出他那種 他很不明白的地方 或者他裡面的憤怒 我不是說他發大的憤怒 你裡面有沒有生氣神呢 我不是說他對 他可能說 我真的生氣神 因為神當時不救我呢 他講出這件事 那我們怎麼回答他呢 我想問他 我當時有生氣神 因為神為什麼不救我呢 神為什麼不救我呢 那時候我這麼辛苦 神為什麼不救我呢 我們可以怎麼回答他 我們不是說他生氣神 不過他真的生氣神 甚至現在也生氣神 他有一種憤怒 可以不同的智慧不同的方法 大家想不想到任何的方法 其實可以讓他講出來 你講出來吧 為什麼你覺得神值得生氣神呢 你覺得神做錯了什麼呢 我覺得神當時不要幫我 我有一個評論 我六歲 爸爸撿開了身 我們是祈禱的 但是爸爸也是死了 於是到現在他都在生氣神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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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個情況呢 我們立刻可以回應什麼呢 就是說 他說 我六歲的時候 既然我爸爸也過世 我們可以回應 第一回應 他感覺如何回應 我都明白 都明白 都是一個很痛苦的事 不如如果生氣神之後 如果生氣神之後 就更加會安慰 是 但是我們去到那個生氣神 那裡 就立刻嘗試化解 是 因為化解 因為他還未準備好 他還在生氣神 我們知道生氣神是不對 不過我們不能夠這樣說 你越生氣神就越得不到幫助 但是我們有什麼說話可以說呢 我知道你很辛苦 其實我可以代他說出來 神有可能叫我爸爸不死 為何神不是這樣做 於是我就會生氣神 是不是這樣生氣呢 就是讓他可以把他的憤怒說出來 就是他憤怒的原因 好 怎樣去拆解他 這個就是拆解 因為就不要去聖先那一步 就是他那一步 你生氣神就神就幫不了你 我們可以用什麼方法去 為什麼要拆解 因為他的確在生氣 你說不應該生氣 他一天會生氣 如果你生氣神就不得不到幫助 可能他會回答 現在神都沒有幫我 是啊 其實變成拗鏡 就是他的反應 就是得不到神的幫助 既然是我的生氣神得不到神的幫助 實際上 譬如說 阿板走了 神都沒有幫我 這個反應是很自然的 他會這樣想的 是 是 我就說我怎樣去拆解 我拆解你不要想著 譬如一個座山 我淋一聲把山拿走 我可能拿走一塊石頭 一塊石頭 一塊沙 但怎樣去拆解任何一些 我有跟他分析過 但我不是這個 不是另外一些 所以他就不肯要樹 看到 我就會跟他說 如果你不要樹 你就變成好像感受不到愛的能力 他會對他先生有憤怒 他就慢慢是很冷漠 就是和他先生很冷漠 然後慢慢地把情緒 蔓延到兒子的身上 和兒子又很冷漠 然後又拆開小組 跟姊妹又疏遠了 我說你現在 把自己感受愛的能力 好像刺鈍了 你便不幸福 其實他是一個 很好調整的家庭力 但他現在是熱理封閉自己 我這樣跟他說 怎知又很感恩 他又丁一聲醒了 我便不知這樣是否對 OK 這個方法當時是對的 是很好的 不過我們要知覺這是甚麼方法 這個方法基本上是說 你不肯要樹的後果 說出後果出來 這個是一個方法 方法之一 這個方法其實 先和你說的差不多 先說的就是 你叫我生氣神 你不是得不到幫助嗎 即是說後果 其實我們是拆解我們做的甚麼 這個後果 我用一個例子 有一個人生氣到她丈夫不得了 我現在想離婚 你跟他說 你離婚你便越差 你便越沒有人照顧你 你便越沒有錢 你便越壞 你便養得壞 這是一個後果 是的 有些人會醒 但有些人不會醒 死便死 真的有 即是你越說她 她便越 即是我要知覺她在甚麼狀態 我想拆解她的憤怒 其實很多時候你讓她說 還有你當時的感覺 原來是這樣的 譬如你剛才說這個情況 就是那個人又生氣丈夫 人生氣兒子 可以怎樣呢 讓她抒發 當然你的時候 我們現在輔導這麼短時間 做不到那麼多事 但有時候不一定要做完 你做了一點也好 當你生氣丈夫時 你的感覺是怎樣 其實我也不開心的 我越生氣越苦氣 越生氣越辛苦 越生氣越不高 那過程的時候 你生氣完又是怎樣 你睡會是怎樣 可能她自己也覺得 如生氣後連他越厚越不能還沒 喜歡生氣子 employee 生天氣時又覺得怎樣 生氣時很壞 做什麼幹嗎 即是我們能夠替她說話,她說得出她辛苦 然後我們才去引導她 那你想不想繼續在這個狀況呢? 你想這個情況改變呢? 這就是用她入了她的角度 然後你覺得怎樣? 然後你想不想繼續是這樣? 她說我不想啊 那不想你可以做什麼步呢? 即是引領她一步一步 就未必是一下子噴一聲,你不搖樹就很慘了 這個大步要她剔掉那個大步 即是你仍是生氣他們,你以後都沒有希望 這個我就想大家明白這個輔導的原因 就是因為人有一座大山 你叫她一噴一聲把山拿走 這個山就是不搖樹 是沒有什麼可能的 但當我們看出她的時候 給她說出來的時候 可能她說說一下就會覺得 對呀,真是很蠢啊 我這樣生氣她 又沒什麼為了 又自己又辛苦啊 不如我試試找方法怎樣處理 這個大家能否拿到一個意思呢? 就是輔導的原因 但是技巧就每一次不同 這個情況就可能問她了 你生氣象官是有什麼感覺啊? 你生氣她你跟她關係又怎樣啊? 即是不介意她一邊拆解一邊問她問題 就算今次沒有說了那麼多 那你說,好,下次再談 不如我一期的討論 那還未拆解完 不過你回家再試一下 再分析一下,了解一下 那人就會回去想一下 有時想一下 想通了 即是我們想她一下子改變思想 是不可能的 但她拆開一點點 可能可以 她拆開了一點點 有時好像鑰匙 一開了,插一聲全部都可以 我去回家那位 就是有一個人覺得神當時沒有救她爸爸 她心就很生氣了 那這個拆解呢 我可以問她 你覺得神是否整天都想對你不好呢? 你覺得神是否當時故意弄到你爸爸死了 很慘很慘 你覺得神是這樣的? 是否神真是這麼黑心 想這樣對你呢? 神有沒有做一些好事在你身上呢? 令到你舒服的呢? 有的 那些是否出於愛 或是出於神那種怒氣呢? 說得出是出於愛 那你去回那個位置 你猜神是否當時真是說很無情 我是不是他都要死的了 我不會幫你的了 因為說 有時有些規律我們不知道 即是他的時間到了 我們不知道 我不知道為什麼 即是我要解釋神 為什麼當時救了他 讓他不用死 我不能解釋 不過由以往的事情 你覺得神是否真的 真的對你無情 神有沒有對你有情的地方 亦都可以跟他說 這個 當時你真的很生氣 很憤怒 很不開心 這件事令到你什麼感覺呢? 你之後覺得怎樣呢? 其實這也是智慧的 我如何去拆解這件事 也有時可能就是 你有沒有試過 敬拜讚美有力量 這個人一直到現在都不相信耶穌 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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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另外一個朋友 認識了他很久 那個人是基督徒 都有跟你說 都不相信 都不相信 有可能不同的 入手點 我給一些可能性 然後他現在跟祖父的感情非常不好 和兒子也是不好的 那就難道可能要離婚等等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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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他很多的解決,他就一一打倒你,這件事不是拍不通,那件事是拍不通的 另外一個基督徒朋友跟我講,他說他很認為,可能他就是喜歡在這樣的 state of mind 生活 OK,有時他習慣了,他未必是喜歡,不過他習慣了這樣 我會覺得,我們盡力化解,都不知道是否能夠化解,他願意聽的話 譬如說,這個世界有這麼多好吃的東西,你覺不覺得是神,即是好吃 由這裏引導他知道,都是神的愛,所以他創造這些好吃的東西 給我們能夠享受,都是需要愛的,神是關心我們的 所以,人有感情,你覺得從哪裏來的呢 這個都是不同的方法去拆,希望拆到,有些人真的拆不到 有時都是需要教導的,有些都是需要教導的,但他都是聽不入 其實教導什麼呢?就說,人類犯罪之後,個人都有痛苦 不過不是代表神愛,神很想幫我們 我知道你很辛苦,我知道你,你面對這件事,你覺得很難處理 我們可以和你祈禱,讓你經歷一下神的平安、興散 這個可能有些人說是會有幫助的,有些人會經歷到神的幫助 就是每一個情況不同的拆解方法 有些人的確確不肯接受拆解 因為這個就是你哄他傳苦心,但我想說,多數就是有人找我們 找我們想得到求助的方法 但首先我所說的就是,我基本上知道他的感覺 我盡量將他講出來,你是不是這樣的感覺 你覺得這個情況對你影響怎樣,你想不想能夠處理到 他想,譬如說傷害,很大傷害 我自己做過的方法就是,我回到那個情景很多次 其實很多時候我不是故意回到的 我自己洗碗,走路,乘車就會想起一個人 我們都可以講這個方法 我想起一個人,其實他都很痛苦 因為他傷害我,其實他都很痛苦 那我就去對他憐憫,祝福他 我也都會想回我自己那時候都很辛苦 就是憐憫當時的我 那時候的我,我跟他說話 其實你將來,神現在都很愛你的 神有計劃去釋放你,一步步釋放你 就是我自己去釋放自己 神在愛你的,你是很寶貴的 以至一路會祈禱,祈禱到我自己鬆 就是有時候很多次的,越來越鬆越來鬆 這個都是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那人的傷害鬆了,他就其他的就可以一步不擦 那你剛才提到的事,譬如是未信的 但是你剛剛說的那個,就說 那他就說,那他就是特意這樣,那麼殘忍呢 那你回想過去上帝有沒有些好 就是他未信嘛 我出雷不知道他是未信的 這一個是信了的,我就會問他 那最信的就是這樣 那你對未信的那個呢 自然界,自然界的愛 人會有感情,就算動物也有感情 神會叉引耶穌永遠死,祂真的會救人 很多人經歷殺你,不安啊,愛啊,醫治 那這些,神都可以一步步依照你 我知道你很受傷 其實那個受傷不是實理的,而是呢 人們犯罪之後,人們就會有死亡,就會有痛苦 你都是,我們都會有這些痛苦在我們身上 我知道你很辛苦,因為神都很想適合你 這個真是需要智慧的 我都鼓勵大家,譬如有些情況 你覺得不知怎樣拆解,你可以問我 我們大家討論一下,在這個情況下拆解 但最重要的觀念就是,我們不只是叫人去改 你遙書吧,有時候會醒的,不過有些不會醒的 很多都不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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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包括我們自己在內,我如果化解這些遙書 都不是一次兩次可以化解到的 因為裡面有個憤怒,有很多複雜情緒 他知道我不遙書會怎樣怎樣 其實理論上,聖經上有些原則他知道的 但是他放不到裡面有一件事 所以發解不到 所以那些後果是不會理的 就是他知道,但他不會理 也沒有這個能力去理那些事 是 OK 在我們有限的時間 有時候我們都很難去拆解所有的事 我們就可以邀請他回去拆解 你自己回去,你每次祈禱想回那個人 你都想回一下 其實那個人,他現在在影響我 我會生氣他,會繼續給他影響 我想回,其實我現在給他影響到什麼程度呢 我想不想化解這件事呢 我怎麼可以化解這種開心呢 就是在祈禱之中如何憐憫他 如何祈福他和憐憫自己 神愛著我的,我是寶貴的 於是我呢,神還給我的 又數回我們有多少神給我們的東西 而可以感恩其他 我自己又覺得 敬拜和討共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有時候在祈禱的時候可以這樣說 耶穌知道你當時很辛苦 耶穌和你一起帶著他 耶穌在愛你的,知道你的受苦 耶穌在愛你的,知道你的受苦 耶穌在定義,想醫治你的 雖然過程很辛苦 但是神在醫治你 祈禱知道你的痛苦 那你可以將受傷吹出來 你的煩惱吹出來 讓耶穌去安慰你的心 在這個詩歌和祈禱都可以這樣做 有時候想問一下 如果有一個,譬如有一個姊妹 她從小沒有爸爸 就是爸爸做了一個身 她是天父的感覺 真的沒有,她真的想不到 她在困難的時候 如何感受天父的愛呢 她沒有媽媽 她沒有媽媽 有媽媽 雖然聖經經經常說天父 不過聖經經經經常說天父 不過聖經經經常說媽媽 來用神的愛 婦人也沒有她吃奶鷹鷹 神的照顧有男性的一面 能力、計劃 但也有女性的一面 細心、溫柔 那些地方都可以看到神的愛 她暫時說媽媽的形象 她媽媽就贏了女孩 但她是女孩 OK 她有沒有子女 有 她對子女怎樣 她對子女都是那種 都是愛的 但是全包 OK 她愛也好 你愛你的子女 你想她好 你猜神會不會想你好 神做了什麼想你好 不是由她自己父母 而是由她對子女的愛 或者她對丈夫的愛 那裡去明白神的愛 都是由她所見到的東西 這也是智慧 就是說我們越多的溝通 如果你和周圍的人 因為我和Shirley 基本上一個禮拜都有幾次不同的溝通 即是我們溝通不同的東西 不同的話題 這個過程是給我很多 很多觀察到我自己的東西 和如何拆解 因為拆解我自己的拆解容 這些都給我很多機會 所以大家如果視乎 或者你周圍的人 有些人可以這樣做 你就會在這件事上最好 我想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上一星期 上一星期 有一個我們以前的祖縣 有一個人就自殺 四祖縣 那這個也挺大打擊 是的 這個問題就是 如果她曾經幫她那些人 即她內心裡面 會有一些內疚 如果當時我再打一遍給她 或者當時我再聽她說多些東西 即會有 即她都不是很久沒回來 即她是很久沒回來 是的 很久沒回來 不過有這些情緒 是怎樣去 有時候我怕有一個反作用 就是人們說 我都很怕情緒有事的人 即是不想跟她接觸 即是接觸過之後 又幫不到她 又有內疚 是 那是怎樣去拆解這一段 OK 那這個 嗯 即是兩方面 一方面就是她的內疚 另一方面她的確有很多努力 和她的憂傷 那我就覺得去到憂傷 我都知道 我們聽到這個消息 我們很傷心 神都知道的 神很想安慰我們 即是去到憂傷 我先釋放 神知道我們 見到這個 親人 不是親人 這個 祖元有些事發生 都會大家很失落 所以見到她很傷心 神都知道的 神很想安慰我們的心 不如我們祈禱 或者詩歌 讓我們 即是少了都可以這樣 如果你時間去到 我們讓耶穌安慰我們的心 這個就是第一步 先去到那個傷害 第二就是 她的內疚和她的做過 那我就會這樣處理她內疚 我說 我們真的會有內疚 都不只是我們 那些有家人 都會這樣 我以前可以做多一點 做多一點 就不會有今天 但是呢 我又問問大家 你做了多少在她身上 你做過多少 你有關心過她 可能呢 你是 很多次都問候她 你好嗎 你嘗試去關心她 你做了 每一件神都會歡喜 這個就做回聖經那句說 一杯涼水 神都會記念 每一次你問候她 神都會記念 每一次你幫她 神都會記念 雖然她有時候不聽你的話 但是神會記念 好了 我們做了 有些人做了很多 有些人做了這麼少 有些人做了這麼少 就差很多 不過你也做了很多 但是呢 你始終欠的部分 我們始終都是有的 我們怎樣想都有的 那麼我 每個都是 我作為組長 那些組員 我幫得了多少 她的問題我幫得了多少 其實上一定有些 一定有些幫助 一定有些幫助 那是不是這樣 我就以後會內疚 還是我會說 我都做了很多 聖經說了 就是思想 我們做了一杯涼水 神都記念 所以我們就注目了 我做了很多 我們一起宣告 我為這個人 我做過多少 就是天父 神紀念的 我做到他身上 不是徒賢的 雖然他自殺 通常人會說自殺 通常會是他們 不過我自己都會這樣的 不知道他最後那一刻 他自殺了 未死得那一陣 耶穌我真的得罪你 我很悔悔 我現在 不過我已經死了 不過求你赦免我 救我 可能都有這樣的情況 他可能都得救我 我們都不知道 這件事我們不去想 這件事不是我們負責的 不過你有做那些 神的紀念 我們一起宣告 或者欣賞旁邊一個 你做了很多 在他身上 我覺得就是他做了那些 譬如做全道牧師 和祖長都很多時候 有很多人還沒做 但你有做那些 那你為那些歡喜 所求於管家 是有太多重心 我們是否 譬如說師父的對象 怎樣都幫不到 他有些少少可能 亂不靈 自己走在一邊 我們是否永遠都不放棄 這是判斷 我們不是永遠繼續幫 為甚麼呢 你如果從現在開始 你跟進的人 永遠繼續幫 你都無限量的數目 我們的確是會判斷的 這不是錯的 我們不需要內疚 其實我們受訓練的 其中一個人說到 就是我們注目 在甚麼人身上最多 其他牧師都是說 注目在那些 最願意侍奉的人 投入侍奉 願意改變的人 是最多 為甚麼呢 因為有些人永遠都是 想你幫他 你幫他 他都不提升 因為他不肯負責任何手 我們是否停止 不是 看聖靈的感動和機會 他在我們眼前出現 他求助 我一定幫他 但我是否一定先找他 我未必先找他 這就是我們判斷 而有些人 我們可以 去到某個程度 我們覺得 我都不會再主動找他 因為他真的 咳耳 他不是想找耶穌幫 在網上 咳人 咳了人 是很少的 但其中一個人是怎樣 是另外一個人介紹的 他經常都說 耶穌去了印度 在印度學佛 他走來給我 我就回答了他的問題 我說耶穌的道理 他教導和佛完全不同 佛是靠自己的 耶穌是靠神的 耶穌是告訴人 靠人是神不喜歡的 很明顯分別 我問他 你有什麼證據 說耶穌去印度學佛 他說他有 有些人求神拜佛 有求 我忘記了些什麼 有些宗教的人 都會有做的 會有做的 我說這個不只是佛教做的 耶穌也有求 我求不是代表我跟佛學 聖經有教我們求的 他將一些東西 有些宗教做的人 他都說漢迷 就是在佛學的 不是在聖經那裡出的 我說其實你是沒有肯定的證據 那他有什麼 我回答他 他回答他 他回答他 很多佛教的東西給我 我說呢 佛教講的道理是靠人 我們不是靠我 我們是靠神 神有很多證據 我講一講 他還不斷發聲 我說 我告訴你 我不會再接受 我跟你說了 神是真的 我不會再接受 靠人 因為有神 我哪有靠人 我說 你再傳我 我會咳你 他還要講一句 說什麼 我那天沒有咳他 他說你不敢咳我 我就講一句 說話 我就傳個信息 我說 似乎你跟佛 不是學到佛想做的事 你都是講的說話 你留意一下 你的說話是什麼方式 然後跟著我就咳了 他不敢聽 就算以法的道理來說 他都是很尖酸黑薄的 我覺得都不需要再用時間去回應他 因為他經常挑釁 你又不會回答我 你沒有回答我 你就是說我對 他會這樣 這是一個很極端的例子 我想其他都是我們判斷 我希望大家 在幫人的過程 不要灰心 就是說 有些人難幫的 不要緊 但是神紀念你 這個都是 人很有趣 但是你作為幫助者 我也知道有時候 哎呀我做得不夠好 我幫不了這個人 但我好像說 我有幫人 我今天有跟人聊天 今天我為他祈禱 我們很少這樣做 是不是 我今天的訊息 就特地說到 就是 神給我們的義 和我們呢 為神所做的 都是永遠紀念的 那我們可不可以開始 那個思想呢 就是 在多一點這方面 正面思想 我有做到 我有如恕 我有做到 我有幫他 他就算沒有 就是我做得不夠的地方 永遠都有 但是那些我就放手了 嗯 OK 我先說到拆解 我希望大家都會 去留意這件事 我們有機會再操練 就是怎樣拆解人的情況 怎樣引導他 起碼呢 就不是 第一 起碼不是強硬 你不是這樣做 你就不悔改 不悔改神 不赦臉 brilliant 謝謝 сами � win ч 對 謝謝